大家好,欢迎来到又是有钱不想上班 那今天就来继续玩公式自己做的游戏 莫名其妙就结婚的我该怎么办才好 然后这是我这几天玩的时候有跳出来的一个事件 我就想说拍片的时候再来做 OK,那就开始吧 特殊事件,爱美的帮助 在自己的咖啡厅打烊后,杏斯打招 招呼完最后的客人后叹了口气 这时共同好友爱美出现,给杏斯一个惊喜 继续 你要怎么给我一个惊喜呢 等一下,这是爱美哦,好 谢谢你今天的光临 跟你聊天真是开心,让我舒畅许多啊 能够帮助到您是我的荣幸 我一定会再来光顾的,再见咯 哦,这是客人 他的呆毛一直在敲 最后一位客人送走了 原本想要用工作麻醉自己 但每次到打烊的时候,那般不自在的感觉又席卷而来 慧娜,点点点爱 啊,他的好感度下降了 下班不是该开心吗 从刚刚到现在已经叹了三口气咯 哈哈哈 爱美 这样心不在焉的小童很容易就进来咯 爱美你怎么来啦 幸好我还没收拾器材,要不要来一杯咖啡呢 你的脸变得真快,想演示刚刚的烦恼吗 从之前就察觉了,你跟慧,你跟慧娜是不是碰到什么问题啊 不如说给我听听 果然还是蛮不过爱美 你那敷衍客人的雕虫小技 对我们已经快十年交情的眼里根本毫无用处 所以你们出了什么事呢 我最近跟慧娜吵得很凶 我虽然善于听别人说话 但当主角是自己时,要下决定对我原来这么困难 在交往时,慧娜都不会对我这个个性有意见 但当我们结婚后,她整个改变了 让我对于这段婚姻的未来越来越不确定 信思你这么认真干嘛 认真?慧娜那个孩子你就偏偏她就好啦 虽然她每件事情都要问到底 但她也只是容易被爱情融化的人 你就露出你强大的肩膀说 接下来一切就交给我吧 这不就可以了吗? 这要怎么做? 我上次 我不是上次才见你擦年周刊里的新漫画吗? 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就好啦 点点点 信思你教我过几个女孩 这加慧娜的话大概一个半 那半个算是单恋 这分明只有一个嘛 虽然我也早打听到她只教过慧娜而已 一个半 想不到还真的只有一个 这样子不使出绝招的话 她们的关系只会越来越恶化而已 我有一个好方法光毛你们 这不是教我软体吗? 我已经结婚了 玩这个被慧娜知道我不好解释 等等 你先别把手机收起来 因为你的交友经验太少 而且除了客人外 你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认识到女孩 女生 就更别提要跟女生应退进退了 我自己也是玩交友软体后 才逐渐了解你们男人在想什么的 别在意 如果会那问起的话 就是是我推荐的 既然爱美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试试看吧 你看马上就有一个女生 想要跟你对话了 多聊聊 反正聊不下去 最顶多换个人罢了 不要把自己当纯是咖啡店店长 可以是个普通的毛头小子 这个心态不好耶 只是最后记得 你只是聊天了解彼此而已 千万不要放感情 千万不要放感情下去哦 听到没有啊 等下爱美你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不行 这样其实蛮糟糕的 不得不说 事件就这么结束了 爱美 怎么可以了 哎呦 花花椅 这个花花椅 还不错 得到了一个道具 Loading 是说现在还是第一年 要怎么样才会到第二年 去约会吧 开始行动 跟学约会看能不能增加一点好感度啊 不然我怕他们好感度都要没了 等一下你的约会是在玩小游戏哦 这个约会会不会太累了 让我来敲一敲 这是约会 好吧还有半分钟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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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没有拿到对不起 说好笨哦 天哪 奇怪我也不是第一次玩这个小游戏 我为什么会手可以这么的笨呢 那好像有三个吧 不开心的 哦四个 这只有面想及格 这样活动就结束啦 结算 还亏钱 可是有增加一定的好感度 真的有增加吗 是说每次都是这样玩我也不知道这样玩对不对 还是其实应该乖乖等个十分钟呢 可是这边又说可以开始行动 可是刚刚我又少了很多的体力 到底现在是 等一下level 1怎么了 哦哦哦是那种哦 翻牌一个游戏对不对 黄蓝 黄蓝在中间 三二一 哎 绿黄 黄 这样 哎呀我最讨厌这种游戏 每次都花一点时间才会背得起来 紫绿红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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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样我算过了吧 我没秒数了啦 我没想到上面是零吗 应该也不用了吧 就这样放着就好了 时间到啦 看连点都不用点 没想到还有其他小游戏 我误会他了 就这样 他的SP其实消耗真的很快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才会到第二年 然后是不是又跑4件出来了 没有 没写 哦第二年 就这样 莫名其妙变成第二年 也没写到底怎么算的 哎 新的一年到来了 接下来也请多多指教咯 蝦咪呀 特殊事件 突如其来的访客 慧娜双手抱胸表情严肃 准备看着信师接待那位严肃的客人 你看起来好生气哦 又来了 爸 你请坐 慧娜父亲 你不用这么拘谨 我只是刚好顺道经过罢了 等等我就要走了 那要不要我冲一杯咖啡给爸呢 你先不用了 信师你的咖啡厅 爸 你怎么穿墙了 穿桌了 你忘记了吗 你答应过我不要为难信师的 回报爸 熟客的黏着度很高 并且网络直播最近很红 许多网红都会来店里打卡拍照 拍照打卡 还不是我们家会那设计的关系 不然你怎么可能 爸 我刚刚说过什么 你别再为难了 好好好 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 我就勉强相信你这个男人做的事业 我年纪也大了 快管不动你们了 哈 管太多了啦 时候不早了 我先离开了 信师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爸就是这样子 对女婿就是看不顺眼 谁叫惠娜您是独生女呢 就算你刚刚那么凶 你爸一样对你百依百顺 知道要宠就不要这样搞 只是 爸他一直在问我一件事情 我们要不要有小孩子 因为我们家族只剩我爸还没抱孙子 所以面子实在是挂不住 看着爸这样子我也过不去 信师你的想法呢 呃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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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出现选项了 呃 呃 我我选我也想要小孩子好了 我也想要跟你有小宝宝呀 真的吗 当然咯 之后宝宝在家里爬来爬去 你也可以带宝宝四处逛逛 也更能激发你的创意 这是哪门子的理由啊 抱着个孩子最好有心理馆设计 但我也想要与信师拥有我们的孩子 哇 事件就这么结束了 看今天能不能再错到在第三个事件之类的 哎呦 哦 红蓝椅 一开始以为是健身用的器材 才发觉是个多坑能的椅子 嗯 长得有点特别 感情是普通 嗯 好 我们就 嗯 嗯 要约会还是要分别呢 两个都做家事会怎么样 开始行动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抽到第三个活动 第三个事件 嗯 麵包牛角跟饮料 除了饮料以外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 诶 诶 差一点 有点 有点手挥过去 好像没有跳出来 还行啦 就這樣行動又結束了 是說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SP是多久會回復一次 特殊事件 歡迎他盼望的禮物 來吧 結婚後惠娜就將心裡的那種盼望放下 但現在這份禮物出現在自己面前 什麼東西呢 打字打字打字 好忙好忙好忙 等等要給雅婷的色票 喔這個帥唷 繼續打字 還要給賣賣的設定稿 誰啊誰啊誰誰打電話 不要煩我 不要逼我 要給雅婷設定稿 啊煩死了 這到底是誰 欸這是聖安 哈囉火 你給我一個不立刻去解決你的理由 這種時候少煩我 哎呀別這麼說嘛 別吵再見 等等你的個性還是這麼急 我先來告訴你這個好消息的 一個小老鼠 我的天哪 我的設計作品券竟然是獲獎了 對吧 你有機會去英國深造了耶 這個驚喜夠不夠大呢 事實是這是我開始設計以來的夢想耶 可是去英國 就先這樣囉 我也要快去趕見了 我原本以為遙不可及的夢想如今實現了 我一定要立刻跟老爸說這件 你突然意識到什麼了 會娜 我買完菜回來囉 剛剛有客人來定位嗎 沒 沒有人來定位 你怎麼啦 臉上藏不住的笑容 就是 如果答應了 表示我要去英國深造 信司會答應跟我一起去嗎 還是 如果他不跟我去 那我 我要跟信司說嗎 告訴他 只要有任何的隱瞞 都很容易會 出事 不愧是我的老婆 恭喜你 沒錯吧 我夢夢以求的夢想 後續再看學院那邊怎麼回覆我吧 好啦 我先處理一下食材備料 我先處理一下食材備料 後我們就回家吧 我先處理一下食材備料 後我們就回家吧 我的夢想嗎 好像已經達成了 揮納如果要追求夢想 我想我會支持他吧 不是 不要隱瞞 隱瞞就容易出事情 然後事件就又這麼結束了 他的感覺就是很多很多的小事件這樣子 因為他小事件就是很多 然後他其實就是一個 呃 兩個人之間一定或多或少一定會遇到的一點事情 對不對 又來了小遊戲 OK 就是一個接盤子底小遊戲 這個 目前來說我當然還是玩得有點茫然啦 可是他其實也是還蠻多人會遇到的問題 重點 我會玩的原因還有一點就是他的畫風我真的很喜歡 QQ的可愛可愛的這樣子 行動又結束了 我到現在還是有點茫然 就是SP跟那個行動應該要怎麼去看 會拿生氣了嗎 對阿 對阿 我們現在沒有SP也沒有辦法動了 看一下 這裡還有一些東西可以買 就這樣 然後食物的部分目前是這樣子 也看不出來是後續應該怎麼玩 然後還有卡片什麼的也 還目前還不太清楚公眾是什麼 然後甚至於你看右下角那個參觀還寫定期期待 也不知道可能是比如說新婚要個五年之類的才可以碰 或者怎麼樣的 也都寫的不是很清楚 不過 沒關係 我會看在他的畫風的份上 會繼續玩下去的 對 OK 那今天SP畢竟也用完了 那就先到這裡 好 那這裡是要是有錢不想上班 謝謝你今天的觀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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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謝謝 謝謝 分享